我怎麼怎麼發生過人要趁拼 這邊應該有... 安樂拍的紀錄摘的 要趁拼 助長的工作 助長的工作 如果長門聯繫 ensive工洲 從來朝本聯繫 合作小姐 快跑 離長口中的危險路段 就在俄立尾街 鑽官李和三民李交界处 上周才发生富人抢案 让居民人心惶惶 好在警方三个小时内抓到了嫌犯 不过这里没有监视器 路旁的置业茂密挡住了电感路灯 造成光线不足 为了避免这个路段成了治安的死角 金融市议员曾凯玲 邀请了警察局三民李和庄官李的里长到场会刊 警察局愿意协助的话 我们可以来侦测警察局帮忙来侦测新的路监视器 那路灯的部分我们也想见请公务处也可以来协助 如果没有办法增新的电感 那就改成双头字的 让我们在整个前面那比较暗的地方 都增加一两个 让我整个这个较黑暗的路段 造为灯亮会比较好一点 今天晚上上来的时候 上下的地方都非常的昏暗 所以今天请我们私人局的 还有警察局的一起来会刊 看看是不是能多加设几支监视系统 那现在已经在找加设的点了 然后以用最好的方向来 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拍摄到 另外因为灯光灰暗的部分 刚要请我们公务处再来前来会刊 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现在的灯具改成LED灯 能够更加的亮度能够幅度会更大一点 因为照这一次的抢劫案件 让我们壮观里跟山民里的很多富人 都非常的紧张害怕 甚至晚上都不敢出门 虽然疫情期间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 能够赶快把这边的人行步道 这些的路能够再更加的光亮 更加的安全 让我们的所有的里民们出路 能够更加的安心 短期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会先以一次 由那警察局来评估一次 这些接受器的地点为原则 未来规划的话会朝着说 他这边可以给他增设为主 我们会请里长还有区公所这边来协助 先把这些周围的一些花草树木 先行整理 以免说挡到那些监视器的一些 位置照射的一些情形 经过会刊 警察局将在路段增设两支监视器 有关路灯和照明设备 郑凯林说将请公务处和区公所协助处理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导